本地独居的65岁以上的年长者逐年增加到至少7万9千人 而年长者选择独居 也是为了避免和子女因为洞畜一个屋檐下产生摩擦 不过随着更多的研究表明 增进代际交流有助年长者保持思维紧接 避免陷入社会孤立 老幼共荣的代际交流活动因此变得更加的普遍 来看记者学书会的报道 游乐林人士编写程序 让幼童组建的机器人动起来 这群化代学生在游戏中打破年龄隔阂 名为Lego与乖孙的这项编程课 是职总保健活跃乐林中心和幼乐园 众多合作项目之一 以促进跨代交流 不少研究表明 良好的代际关系 有助提高年长者的生活质量 重塑自信和找回自我价值 他们也可以分享他们自己的人生经验 这样对他们来说 他们也不会说有那个想法说 我老了没用了这样子 反而可能就会想说 其实我有很多经历可以跟小朋友们一起分享 幼儿也能从中学习尊重长辈 改善沟通和社交技能 并培养同理心等 开始的时候我们是有点担心 家长会不会接受 看到孩子从中真的是有受益 所以我觉得那可能就是我们最大的一种推动力 优乐园自2016年推行代际交流活动以来 至今已在全岛所有159家中心全面落实 执总幼儿学府计划展开研究 确认措施的成效和益处 新传媒新闻记者薛书惠报道 新传媒新闻记者薛书惠报道